大家好,这里是鲍甘绅士,我是大木 今天的这部小说可谓是人物关系十分复杂 大木看完后也觉得相当震惊 现在的日本高中生都开始这么玩了嘛 整篇看下来,男主的后宫可谓是各种各样 OK,那废话不多说,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这本小说 败犬女主太多了 男主温水,一个社恐宅男 某天她独自一个人在餐厅 正沉醉于漫画中的动人情节 突然,隔壁桌传来了一阵喧闹 原来是一对男女在吵架 蓝毛女叫做巴乃健兴菜,是班里可爱系软妹 旁边的男生草芥是她的青梅竹马 他们在小时候就有青涩的口头婚约 然而世事难料,有个天降转校生粉毛 直接把蓝毛击破 总之,虽然蓝毛在口头上是在劝草芥向粉毛表达心意 但是她自己却依然对这么多年的感情感到不甘心 等草芥离开后 蓝毛又偷偷拿起草芥的吸管 红着脸喝起了咖啡 诶诶,这不就是间接接吻吗 揪心之余,蓝毛的目光恰好撞上了同班的男主 一瞬间,他的脸变得通红 然后,哭,将咖啡喷了出来 与此同时,同样射死的还有我们的男主 要知道,男主单纯只是想当个背景板啊 事到如今,男主是想逃也逃不掉了 努力平复完心情后 蓝毛向男主疯狂吐槽竹马 他表示,自己一直把小时候的婚约放在心上 没想到对方直接跟别人跑路 说到这里,蓝毛眼泪汪汪 无奈之下,男主只好半是安慰半是担心地询问道 你们应该算是在交往吧 不然的话,那应该不算出轨吧 听到这里,蓝毛的不甘心又奔涌而来 可恶,自己难道就没有一点机会了吗 说吧,他再次打开了话匣 提起了小时候的种种 于是,男主喝了口水 耐心地陪着蓝毛聊天 直到他的情绪发泄结束 顺便还替没代购钱的他付了钱 事后,男主得出了结论 嗯,蓝毛这家伙天生的败权 在这段奇怪的感情中 根本没有反转的可能 三天后的学校里 男主边慢慢悠悠地在走廊走着 边回忆起之前的事情 虽说蓝毛就算是放在整个年级里也颇为可爱 谁曾想他竟然还处于这样的境地下 此时,旁边传来粉毛的声音 男主往旁边瞥了一眼 注意到了粉毛 粉毛确实是正公感爆满的美少女 只见粉毛、蓝毛还有草芥三人正说笑 粉毛提议三人一起吃饭 却被蓝毛以不想当电灯泡的理由拒绝 怎么会呢 我们可是好朋友啊 粉毛一把抱住蓝毛 虽然看起来一片祥和 男主却发现蓝毛的腿在紧张地颤抖 还有,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心急之下 男主急忙找起借口 把蓝毛从两人间支开去整理讲义 路上男主不由自主地看着蓝毛 想起他的笑容和眼泪 还有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花的表情 从某种角度来看 他还真是可爱呀 说起来还有件重要的事情 男主略显尴尬 之前因为蓝毛没有贷购钱 男主先垫钱付款 蓝毛还没还钱呢 对此蓝毛回应 午休的时候来救教学楼啊 这里男主有些疑惑 他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太朴素了 蓝毛不想让班里其他人看到 才会这么说 想到这里他又有点沮丧起来 到天台后 男主如约见到蓝毛 没想到蓝毛先一步开口 让男主帮帮他 原来粉毛说放学后 三个人一起去KTV 但一想到粉毛和草芥正在交往 要是蓝毛去的话 只能听那两个人二重唱 呃 所以 钱的事情 男主支支吾吾想转移话题 但是显而易见 蓝毛丝毫没有在男主的频道上 他又一次自顾自地开始吐槽起 自己对草芥的感受 然后画面切换到借钱的那天深夜 蓝毛收到了消息 说粉毛和草芥 他们两个正式开始交往了 但是在那之前 他俩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呢 而中午 他们俩又邀请蓝毛去吃饭 这就很难不让蓝毛纠结了 他俩是在找茶呢 还是在秀恩爱呢 想到这里 蓝毛又开始气愤 于是男主又一次被带跑了话题 着急安慰到蓝毛 虽然只在分班的时候自己和草芥有过交集 但是自己清楚草芥不是这样的人 蓝毛一听 脸色马上阴转情 对啊 草芥不是那种人呀 天哪 蓝毛居然也太好哄了吧 怪不得是败犬女主 说着说着 蓝毛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又向男主道歉 对不起啊 因为只顾着一个人自己说自己的 没有照顾到男主的感受 呃 没关系 男主表示无所谓 他成了很好的败犬倾听者 说着说着 蓝毛笑了 他表示这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和熟人或者好朋友说 所以非常感谢男主 能够倾听他吐槽 男主一听 原地愣住了 原来自己连熟人都不算哪 想到这里 总觉得连心都开始痛了起来 忍住心里的难过 男主努力挤出笑意 转移话题 让蓝毛赶紧吃饭回去上课 期间男主咬着手中的饭团 看着有些发呆的蓝毛 暗暗感叹 也是啊 毕竟发生了那种事情 心里不可能没有波澜 那个 你在男生里面很有人气 不知道是为了缓解尴尬 还是在安慰蓝毛 男主不经意间开了口 试图打破两个人间的沉默 想让蓝毛明白他的意思 诶 蓝毛先是露出疑惑的表情 随即笑出声来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看着男主慌乱的样子 蓝毛别过头 脸上浮现出红韵 片刻后他又笑了 表示 看来自己对男主还有很多误会 不过还是得谢谢男主 蓝毛还在叙道着 男主又小声地提起 之前的钱还没有还给他呢 这一次蓝毛没有转移话题 只是低下头拿出一张小票 并夹了个寿司 喂到男主嘴边 解释道 那个因为自己没钱 所以只能用食物代替了 如果 如果不反感的话 自己也会用其他东西代替的 也可以做便当来以无换物 男主看着眼前蓝毛可爱的样子 再看看他手中的便当 这可是女孩子亲手做的便当啊 像这种恋爱喜剧里的经典场景 要是没有发生那种事情的话 这种东西可能一生都与自己无关 所以为了偿还这个账单 蓝毛打算 在把小票金额还清之前 他会一直做便当给男主的 天哪 男主有点吃惊 虽然有点麻烦 因为要避开别人的视线 还要给便当标价 那就从明天开始 就在这里等哦 蓝毛灿烂地笑了 那个那个 也太麻烦了吧 男主本想拒绝 但一见到蓝毛的笑容 他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 嗯 我很期待 这天午休刚结束 男主平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内心却十分慌张 这段时间 男主一直都吃蓝毛亲手做的便当 事情的发展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直到七月过半 这学期 剩下时间也慢慢度过了 这时 身后传来一个软软的声音 那 那个 你是温水君 是吧 转头一看 一位自称小居的红毛 扯着稍显宽松的下装下摆 一副支支吾吾的模样 随后他手指在屏幕上飞速滑动了起来 举着手机屏幕的字对着男主 总之 今天放学后请过来一趟 原来 红毛是学生会文艺部的 之前男主在学生会挂过名 红毛这次来 是让他去文艺部参观学习的 而红毛毫无疑问 也是败犬中的一员 此后 男主还在学校里面碰上了其他败犬 这些败犬或是高冷或是热情 败犬间的情感纠葛 时不时把男主卷入其中 所以作为一个中间人 男主又会怎么处理呢 总之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件事情 那便是 男主在各处捡到 被不同的帅哥甩掉的女人 然后 如何从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变成局内人 最终接盘的故事 那么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